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现在是凭借精湛的CQC技巧把徒弟撂到在地 而后多次劝说我们放弃任务回到美国老家 顺势没收了Snake身上唯一携带的小手枪 走之前还不忘记给我们受伤的手臂再来上那么一马蹄子 确认得BOSS真的离开以后 Snake接通与行动指挥官ZERO烧下了无线电频段 希望就以右的情报做出一些判断 听闻我们遭遇BOSS的埋伏 ZERO同样感到意外 使射者行动揪其本质是美苏当局为维护冷战秩序 阻止和危机爆发而进行了秘密合作 因而除了两方领导人约翰逊和赫鲁晓夫 以及执行任务的狐狸小队 没人能够掌握具体时间和行动地点 对于背负者的BOSS叛国帮凶罪名的狐狸小队而言 使射者行动是洗刷冤屈 自证清白的最后途径 而对于权力正逐渐衰微 面临着下台风险的赫鲁晓夫而言 他更没有理由将情报泄露给同BOSS组成统一战线的Volkenman势力 作为培育无数特工的特种部队之母 二战中带领盟军走向胜利的传奇英雄 长久以来忠诚于任务和祖国的最强士兵 The BOSS在政界行动中投靠俄国人的行为 本就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而此后他多次修理Snake却又为下死守 偷偷默默放涂地走的矛盾举动 以及那段直击灵魂的有关 终于集体还是个人的speech 使得政界行动以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 更加一点重重 一股无形中的力量 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立场与价值观 尽管脑子一片混乱 但任务优先 Snake首先要做的是与霍鲁晓夫 安插在Vorgan上校身边的剑队Adam会面 于是我们遵循指挥官自由的引导 控制着Snake来到约定的地点 政界行动中被核弹炸毁的OKB754基地废墟 然而意外的是Snake并没有等来街头的Adam 而是被守卫们的埋伏和另一个神秘人的出现打乱了计划 就像我们的金发女人声称Adam因为遭到Vorgan的怀疑无法前来与Snake碰头 自己则是代替Adam履行任务的另一名间谍Eva 尽管这段发言看似合乎逻辑 但如果我们仔细回看一遍二人街头的全过程 其实是能够发现不少蹊跷之处的 突然冒出来的Eva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 谁是爱国者这一暗号的正确回答 另一方面Snake先被守卫围攻后又被枪法精准的神秘人解救的桥段 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在政界行动序章中登场的山猫Ossalot 从剧本创作的层面出发 如此前后呼应的即视感自然是有意为之 当然以上推测建立在玩家的上帝视角 对于彼时人是菜鸟特工的Snake而言 对方二话没说出手相救 加上被金发美女的摩托车大灯闪得脑袋一晕 最后忘记暗号的事情也是见怪不怪了 Eva摘下头盔 拉开拉链 把我们拖进小屋 一略带戏谑的口吻调戏了眼前的青色特工 此处借用了《圣经创实记》中摄影又下瓦的魔鹰 不过游戏中刚好是反过来的 一身正气加持下 面对金发美女的诱惑 Snake也丝毫不为所动 反倒是Eva别在腰间的那把配枪激起了她的好奇心 这是一把被Snake称作扫把柄的毛色C96手枪 最早由德国毛色兵工厂于19世纪末射击并制造 但那还有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外号 盒子炮 眼前的Snake辨认出此把毛色并非从德国原装进口 而是散发着来自东方之地的神秘力量 多说无意 大家自行体会 彼此会面熟悉后 Eva为丢失武器的我们准备了一把 在真剑行动中就使用过的MK22 Mod 0 虽然同样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枪械 但MK22 Mod 0一般只被配发到海豹突击队等美军特种部队 又或者用于CIA的秘密行动 存饰数量相当有限 MK22的枪械设定与背景完美符合了实施者 在玩法和故事上的需要 游戏中的他还被Mr.Sigant改造成装填镇静器的消音麻醉枪 让玩家得以从相对远的距离直接放到敌人 另一方面 消音器存在在久度 可以从游戏中多处地方获得的设定 也解决了无限麻醉小手枪可能存在的超模问题 而除了MK22 Eva还送给我们一把从美国谋来的高级货 加装相应器 点四五口径的M1961A1手枪 由于采用了超豪华的改装配置 重度枪器爱好者的Snake立马踩掉烟头 把弯起来 之后还为我们展示了枪到一体的CQC技巧 根据Eva的情报 索格洛夫正被关押在一处实验室继续峡谷的开发 那里戒备异常森严 他建议我们伪装成研究人员 避免正面对峙 走小路悄悄潜入 离去之际 Snake对于Eva仅仅只是来送个情报就告别的事实 表现出不舍和失望 此处的剧情存在着角色情感上的刻意误导 也许很多玩家都觉得Snake的失望 是因为不能和Eva攻堵春宵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论是刚见面时表现出的身体抗拒 还是忽略自己受伤的现状马上继续任务 此刻的Snake所真正需要的绝不是一名漂亮的异性 而是可以面对面交流 谈性的朋友 就像他在与指挥官Zero谈到的那样 曾经自己最信任的人 一世异母 共是十年的The Boss一招叛变 作为士兵的他赶到信念崩塌 一时间不知道还有谁可以相信 即使特工都身坏绝技 但他们也只是一个个普通的人 也都有脆弱的一面 这也是很明显的合金装备系列 对于007世动作英雄原型的结构 Snake希望有人来倾听自己内心的悲伤 而Eva的出现刚好填补了那份空缺 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在陌生人的守护下 安心睡上一觉 第二天早上 Snake睁开眼就看到了不可名状的画面 然而就在下一秒 明如的感官便提醒他 窗外似乎有敌人正在靠近 原来是上次被我们干翻在地的山猫小队 前来找人报仇 山猫确实听取我们的建议换用了左轮 一把SAA 克尔特丹弄转轮手枪 无奈倒霉的事情再度发生 他寄作了弹药容量 SAA仅能装载六颗子弹 而不是他此前所使用的半自动手枪马卡洛夫的巴克 上一次是卡克 这次是梅子弹 关键时刻山猫的手枪再度压火 Snake就山猫的枪做出二次锐屏 武器上的精美花纹除了能在拍卖会上要价 什么用都没有 我们暂且记下这一点 看看下次相遇时山猫又会如何应对 就这样 装逼失败的他被逐败一击反射回旋踢飞 而后惨遭大摩托压力 一同吃鞭的山猫在羞愧中仓王逃走 Eva也火急火燎地赶回Vorgan身边继续充当内应 二人的出现调剂的游戏原本的悲伤基调 当热闹重归于宁静 我们再度接通指挥官ZERO 任务至于的闲聊 他向我们解释了ZERO这一外号的由来 1909年起 英国海军军官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 一手建立起义秘密情报局 军心六处为主导的对外情报机构 负责英国在海外的间谍工作 任职首任局长期间 他时常以大写C的外号 活跃于间谍网络之中 出于二战期间 军心六处和卡明本人的传奇经历 在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后半夜 信誓首字母的大写 逐步进化成具有特殊含义的文化符号 类似于首席 头头或者是老板 英恩·弗兰明在007系列中 就以卡明为原型之一 创作出邦德的上司 军心六处总负责人M的形象 而在游戏中 指挥官Zero也提到自己认知于军情六处时的代号 O 从现实到虚拟 从二战到21世纪 这也是得益于弗兰明 小岛以及其他无数无数的创作者们 源于现实历史的精英分子 才得以深入人类的语言和文化 长久流传为不朽的魔影 同一把分别后 我们再度遭遇沙江回来的山猫 这次他双持两把普世无华的左轮手枪 表演了一段花里胡哨的手枪转转乐 沙漠是一手下美丽待命 他要与我们进行一对一的真正较量 上次弥妙的荒地 风格突变的背景音乐和战斗方式 我们不难看出小岛西游夫为这场BOSS战主的西部片风格 牛仔拔枪对射的角度桥段放在一部潜性游戏中 实在是别具风味 沙漠手持两把左轮共12颗子弹 每当弹要耗尽就会边念中二的台词边用中二的姿势换弹 随着换弹次数的增加 他的枪法也会越来越准甚至进化到子弹拐弯 这里我们利用走位和掩体躲避山猫的进攻 抓住山猫的射击间隙瞄准进行反击 在保证射击命中率的基础上尽快结束战斗 尽管仍旧不占据上风 但索性终于不是直接被Snake放倒在地 就在二人举枪对峙之时 一大窝黄蜂洗蓝 直接把山猫小队的众人遮成了直压板 眼睛是成员之一的黄蜂人子的配或许已经来到附近 山猫快速转动起左轮 凭借旋转产生的气流抵御黄蜂的侵袭 提前撤离战场 我们的Snake则是跳进脚边的洞穴甩开风群 而后我们再度接通指挥官Zero和医疗顾问Paramedic 商讨接下来的行动变更 意外状况的发生扰乱了狐狸小队原先的计划和路线 但类似的事情在秘密行动中可并不少见 眼看没有回头路 我们只好将错就错继续向前 对话中Snake抱怨自己没有手电在黑不垃圾的山洞里寸步难行 面对年轻人的巨婴行为 曾经服役于SAS的指挥官Zero坐不住了 吐槽说美军部队过于依赖现代武器 却不懂得灵活利用环境中的现成道具 之后连线Eva 根据她的提示我们果然找到了能够提供照明的印记火把 掂量后一路来到洞穴深处 来小亮给他整个活 只见眼前的面罩男灵活的后空翻接尬舞 我们进入与第一个拦路的眼镜舌成员 黄蜂人The Pay的战斗之中 The Pay除了会使用常规武器 还会向我们投掷标记引导分裙攻击 而当受到一定量的伤害后 The Pay将进入全身被黄蜂包裹的特殊状态 一段时间后释放的分裙会转移到Snake身上 制止她无法动弹 可以通过快速摇动摇杆摆脱 注意脚下的水坑 既然黄蜂不会游泳 我们索性跳入水中回避她的攻击 一番消耗后 The Pay脱下面罩进入第二阶段 二阶段的分裙攻击较至一阶段更加迅稳 且有几率使出威力较大的分裙手榴弹 我们在水中和路面反复切换姿态 看准时机扔出手榴弹打断包裹状态 重复多次后将其生命值消耗殆尽 被击败子的Pay突然间化身核弹自爆 鼠师吓了我们玩家一跳 不过幸运的是 他刚好也帮忙炸掉了堵住的石头 一片极具丛林感的沼泽展现在眼前 他都望去 格勒乌士兵们正控制着飞行载具四处巡逻 这里我们有两种选择通过沼泽 要么小心躲开士兵们的探照灯前进 要么忽视赶干号直接击落敌人 离开沼泽到带研究中心外围 举起望远近对准远处的码头 当着众人的面 众人用电信惩罚了索克洛夫的情人Tania 借此来威胁索克洛夫不要再违背自己的意志 老老实实地继续做他的小狗虎 沙猫则是玩起抛枪开枪的杂耍 直接把索克洛夫吓得尿了裤子 小岛H5对个玩家展示了Tania被电和索克洛夫吓尿的过程 类似的印象其实也出现在核心装备系列的其他作品中 破洞库挖的视觉效果变成了幻通中静静人设的一部分 沙猫把索克洛夫吓尿的桥段 救我人被吓尿裤子的定律 接下来的潜心关卡中 我们要留意环境中能够互动的物品 比如用炸药点燃油桶破坏电网的供电 躲在门后避开敌人视线 尽可能利用他们一路小心翼翼地沿着码头仓库 研究中心的顺序抵达目的地 此刻再换上伊瓦提供给我们的研究员制服 就能大摇大摆 畅通无阻地在这座建筑物内部移动了 即便撞到守卫甚至打晕他们问题也不大 自助探寻之后找到一扇办公室的门 我们推看门后触发剧情 Snake并未如预想中的那样找到索克洛夫 而是在此邂逅了另一名苏联武器学者 亚历山大格兰宁 列宁勋章 荣耀的格兰宁社区局长 革命性弹道导弹的缔造者 冷战前的他曾是苏联最伟大的武器专家和国家英雄 如今却躺倒在办公室中无所事事 接酒交抽 就在我们好奇于眼前的男人 为何落魄到如此境地之时 格拉宁接下来的发言完美叙述的系列标题 Metal Gear 在作为一种武器时的核心设计理念 机动是核导弹系统 双足坦克的步行形态 Metal Gear的存在绝不其仅 只是装甲车加上核弹那么简单 而是如格拉宁所解释的那样 是以武器的形式填补人员和人类间进化理论的技术 是连接步兵与炮兵间缺失环节的金属齿轮 尽管只是存在于虚拟作品中的武器 但Metal Gear的设计思想 毫无疑问是极为大胆和令人惊叹的 一具坦克需要的不是火箭 而是人类的双腿 更是将其概念拓展到武器之外的更高维度 系列之后的作品和平行者幻动更深层次的设计了Metal Gear概念中 包括爬星类和哺乳类核心的设计 威慑理论 AI掌控核发射权限的可能性 机械载体结构进化学 萨核勒猿人等等等等的讨论 数十年来元素的堆砌使得Metal Gear与其说是一种机动型核武 倒不如说是以机动型核武的外在反映MGS系列的主题 考虑到设计理念过于超前 研发难度大 缺少推进器等诸多现实层面的因素 苏联军方最终决定让原本作为备选方案 由索克洛夫主导设计的峡谷虎项目替代Metal Gear投入实际生产 这解释了为什么格兰尼会对索克洛夫抱有如此之大的恶意 人情暗中的嫉妒和不甘最终升级为报复 无法施展理想却又不甘堕落平庸的格兰尼将Metal Gear最后的图纸碎片寄给他在美国的老朋友 摘了奥塔康的祖父 修一的父亲曾经投身于曼哈顿计划的爱莫里奇博士 一条贯穿合金装备全时间轴的武器线自此打通 听闻我们是执行秘密行动的特工后 格兰尼并没有因为此事对我们产生敌意 反而劝说我们不要妄想靠近格罗兹尼格勒 那里将是霞谷虎的最终试验地 格兰尼很清楚 这么一座戒备森严的剧情要塞 故身潜入只能失去送死 然而Snake拒绝了这位苏联落魄学者的好意 执意踏上可能有去无回的道路 终于使命的信念和勇气 深深打动了格兰尼的内心 他将仓库秘门的钥匙和潜入要塞的路线 托付给我们 并预祝我们任务成功 人类与人类之间 也许不该总以敌人的身份面面相去 格兰尼依旧喝着抑郁的小酒度日 我们则接过他那几近逝去的信念 继续向着不确定的未来进发 Tuck capitalism 倘若顺着格兰尼告证的秘密路线 先从仓库的密门出发 而后突进一片树林 最后向上攀登到山顶 我们就能抵达格罗兹尼格勒的巨大军事要塞上面 时间挺破 Snake起身离开研究室返回室外 进入树林 第二名眼镜蛇成员 携带独弩剑的吸人的Fear 也在此处等待我们许久 开局Snake强斥一个中毒debuff Paramatic提示我们打开背包使用道具解读 这一毒属实给一周末的玩家们来了一个下娃威 不过没有关系 事实上the fear是MGS3中最吃机制的boss 虽然能跳能飞能隐身跑得还快 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中毒 我们准备好毒蘑菇或者是变质的食物 因为又奔又跳非常消耗能量 the fear很容易的就会被地上的食物引诱并吃下它们 我们采取已毒攻毒的战略 配合热感一秒准气 非常轻松就可以降级击败 从此前我们击败了the pay类4 the fear也在说完最后一句台词后炸成了灰烬 the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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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ake are you there I have an idea there are some ruins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s meet me there the top of the mountains Got it the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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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heard that his body is photo synthetic like a plant what is he some kind of monster on top of that he can speak to the forest too 暗杀 森林 自然之力 有关the end的能力描述 Snake和屏幕外的我们都听得云里云里 然而当真正面对埋伏于丛林深处的the end之时 大家才发现依法所讲述的并非传闻 do you hear me the end is本作中特别难对付的boss 不仅拥有超远的感知和攻击距离 被发现狙击点后还会以飞快的速度逃离我们的视野 常规的打法是以近至近 the end在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留下脚印 我们可以使用热感应追踪他的位置 悄悄接近老爷爷背后 举枪就可以触发freeze状态 加之配合陷阱和投掷物 能够对跑路中的the end造成更多伤害 不过除了这种常规的打法 我们实际上还有另外两种逃课路线来击败他 一种方法是在此前抵达码头 看到轮椅上的the end被推出来的时候就用狙击枪奖的爆头 成功后the end的boss战会被替换成一堆小兵 第二种是手动调整系统的时间 以ps2为例 退出游戏修改ps2的系统时间至一个月后 再次进入游戏读取boss战前的存档 最能惊喜地发现the end已经去世 不过如果向后跳的时间不够多 就会出现snake睡一觉醒来直接被剧情杀的场面 老爷爷the end的羡慕是本作中尤其值得被剖析的剧情桥段 极具自然哲学的色彩 从森林而来与森林相处 时时刻刻感受着森林的一切 伴随着迷彩服从象征生命力的绿色逐渐泛黄 眼前的百岁老人也最终回归到创造它的大自然 尽管没有使用大量篇幅描绘 但从黄奋人the pay到戏人the fear 再到呼唤森林的the end 时射者借助表面上的敌对角色 特别是最后登场的the end 向玩家传达了人类应当寻求与大自然对话的观念 另一方面 游戏也试图通过对传统敌对型角色的结构 逼近故事的核心主题 朋友与敌人间的立场模糊 往往只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早在当年MGS2大卖 MGS3公布情报后不久 旧部分玩家对于新作将舞台从室内兵工厂移动到室外丛林的不满和怀疑 甚至直到今天MGS3仍旧是系列中尤为特殊的一作 然而熟悉小岛秀夫的朋友一定都了解 不论是20多年前首度实现全3D化的核心装备Solid 还是将叙述性轨迹的核心内容作为魔鹰病毒插入玩家大脑的自由之子和幻通 又或者如死亡哥浅般直接至Connect概念与游戏的各个角落 A Hideo Kojima Game 一款小岛秀夫式游戏的元素 主题 或者可以被称之为关键词的引入 从来都不会也不可能只被局限在玩法 丛林概念不仅在所见所得的表面推动了合金装备系列的Gameplay变革 也同样提供给我们一条通向创作者思想的路 青蛙是虫子 鸟是青蛙 鳄鱼抢夺水网口中的鸟 幽生猎探 勿景天择 凶险万分的丛林中存在着以金字塔结构为主导的食物网体系 上级者吞噬下级者后又为更上级者吞噬的情况无时无刻不发生在我们身边 而同级者间也一样为了争夺食物杀到你死我活 大自然创造的生命体系中并不存在情感这个东西 当然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在讲生物学的话 就想的不够多了 游戏故事中的美苏互相安插间谍到对方阵营 互相派遣特工进行捣乱 而在两个大国内部 赫鲁晓夫和薰宗派因为权力分配大大出手 Snake明明无辜却被白宫要求自认清白 索克洛夫被各个阵营来回利用 CIA把屎盆子扣到的BOSS和狐狸小调的头上 政客 军方 间谍 情报机构 基于资本和权力的复杂利益网在冷战的几十年间开支散业 平铺在名为地球的蓝色星球之上 利用于被利用 抢夺于厮杀 如果说丛林的食物网体现了生物能量的流动 那么国际社会的利益网则是展现了资本与权力的流动 小道所描绘的冷战世界 无疑有着明显的社会达尔文倾向 更进一步的看 诸如叛逃 双面间谍 三面间谍 美苏秘密合作等事件的存在也无疑是在暗示我们玩家 一个不讲规则的人类社会远远要比讲规则的丛林还要野蛮抽象的多 我们昨天还在为一个阵营而战 今天却不得不站到他的对立面 昨天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 今天就转变成只能活一个的敌人 伴随着食者者故事的不断深入 我们终于开始理解行动意识的Boss对Snake说的话 人们和国家都被改变了由于他们的環境 和时代的时代 这似乎像是什么Boss说的 有一个世界的差异中这个国家和美国 但是只有一个差异中的位置 一个差异中的观众 来到这里让我认识了什么 半个的东西我曾经说是一个真实的罪 其他半个是一个真实的罪 立场与阵营的抽象概念在政治的沙河中越滚越远 最终进化成足以脱离人的意识和真相而存在的思想刚硬 我们既有可能面对所知甚少的国家或人表现出毫无缘由的友好 或许也会对他们产生贫困而来的恶意 对于错的主观定义不止源于舆论的影响 而更多是基于一个个阶段的特殊时代背景 正因如此才会有岁月史书 才会有永不停止变化者的灵活立场 真相隐藏在谎言之中 但从谎言中拼凑真相并非意识 正如Eva的那句 重力束缚了人类的灵魂 我们也被囚禁在地球这片没有编辑的丛林监狱 我可以看到地球而为它发现出的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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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物品 Politics,Economics,The Arms Race They're all just arenas for meaningless competition I'm sure you can see that But the Earth itself has no boundaries No East,No West,No Cold War And the irony of it 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re spending billions on their space programs And the missile race Only to arrive at the same conclusion In the 21st century Everyone will be able to see That we are all just inhabitants Of a little celestial body called Earth 2005年10月的一期博客中 小岛讲述的他过去曾经考虑过借用大卫报一的Space Oddity 太空怪坛作为核心装备3的结尾曲目 进一步的来粉刺冷战时期两大超级大国的太空战略膨胀 但随着开发进度推进 游戏中的太空部分被保留的越来越少 该想法最终不了了之 有意思的是这张宝爷发表于1969年的单曲Space Oddity 它从标题到编曲再到歌词 其实是暗绰绰的致敬和联动了1968年库布里克指导的影史名作 2001 A Space Odyssey 2001太空漫游 小岛本人同时作为宝爷和酷神的优质粉丝 如果当初的太空内容得以被延续 或许今天我们能玩到的将是一部完全两样的合计装备三十热者 Zero打去死的称呼自己为太空怪谈格子中的Tom Boss曾经被送上宇宙做人体实验的经历 Fury形象背后的美宿太空竞赛 M7-3中有着太多太多残存下来的太空印记 让我们得以想象那个主题完整之时的样子 然而就算只剩下印记 最后的最后他们仍旧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相信看到这里 屏幕前的你已经参透了丛林和宇宙背后的真正指代 画地为老的利益社会和没有尽头的新生大海 世界运行了规律和跳出规律外的自由 宗教改革后的十七世纪 英国诗人约翰·米尔顿曾以解构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笔法写下著作《施乐园》 相比原始版本的《创世纪》 施乐园中一种人神魔的形象发生了颠覆式的逆转 万能的造物主上帝被描绘成独断的暴君 化身恶魔撒旦的舵天使路西法摇身一变为反抗神独断统治的革命者 最关键的一处情节 是撒旦一蛇的形态引诱亚当和夏娃吃下知善恶术的果实 米尔顿在他的施乐园中完全摒弃了过去那套人获得了智慧 身无奈赶走人的陈词滥调 而是以辩证神对人类的态度为出发点 阐明了所谓神的预知和人类的自由意志间的矛盾和冲突 同时也借师讽刺了1660年到1688年间 英国在转向共和制十年后迎来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诗中路西法的那句 宁在地狱称王不在天堂为奴 更是成为高歌时代变革者反抗精神的格言 即便距离其诞生已经过去的三个多世纪 但米尔顿所述的施乐园至今仍旧拥有较高的文权和思想价值 大量各行各业的虚拟作品 诸如玛丽雪莱的科幻小说弗兰克斯坦 阿特拉斯的JRP近名作《真女生转生》 红辣椒乐队的阿德塞 都会优先采用诗乐园作为解构创世纪中角色 故事概念的模板 而在现实中 独断的上帝也不过是从宗教中的神演变为分剑王朝和强权 演变为人们必须强迫自己结束的立场与阵营 神的预知和人的自由意志的冲突 事实上就是时代和个人的冲突 是一个还能接着讨论几百年的话题 人们并不是那些冲突的任务 那谁做的? 时代 要为自己而战而非替政客送命 只是希望后卫不要再重蹈自己的覆辙 格兰宁并不是真的不爱国的叛徒 而仅仅是愤懑于他的才华不为人所用 以及不愿意看着祖国苏联因为不同势力的斗争 越来越烂下去 聊了这么多 这场思维实验也该结束了 回过神来 我们已经置身于通向山里的长梯之上 伴随着主题取snake eater的旋律逐渐深入 玩家控制着主角snake越爬越高 梯子的下方已成万丈深渊 错失回头路的尸陀二人终将面临你死我活的境地 世界只允许一条射存在 也只会剩下一个boss 地点 文字答案 平民積目 文字答案 谢谢大家